导演大卫爱因戴威德尔曾指导过多部街头犯罪题材电影 如《玩命关头》《正义汉江》《火线赤子晴》 2014则拍了部战争片《怒火特攻队》 不难看出他的作品许多都跟团队家庭这种主题有关 而且也常运用故事来让观众认识美国的罪犯世界 由此可见这就是大卫爱因来指导自片的合理性 但这也是本片不服我期待的原因 跟原著漫画不同 爱也把超能突击对成员塑造的更接近现实世界中所看到的罪犯 而非只是漫画里之位与英雄抗衡的坏人 因此比起漫画电影中角色们的种种互动更加讨人喜欢 因为角色形象更接近真实生活 那么一举一动也比较有人味 进而我们还能看到漫画中没有的团队合作的精神 不得不说这个改编我个人并非很喜欢 毕竟比起漫画就会少很多精彩度 不过增加了更多笑点 什么的当然也增加了更多观众 这也是我所乐见的 那么打斗呢 我必须说一句 导演是大卫爱也不是柴克史奈德 所以若你期待看到那种漂亮又精彩的动作场面 那很可能会失望 但以爱也而言 他在现实风格的枪战中加入一些神来一笔的慢动作 颇有带动情绪的效果 而且给威尔史密斯的枪战镜头居然意外的帅气 以这样的观点切入来看字片的动作戏才不会落差太大 编剧爱也自己 好吧 既然上述题到得了他惯用的主题 那么剧情本身呢 本片的故事承袭了漫画的步调 没什么远大的目标理想或深刻的哲学问题 总之就是麻烦来了 亚曼达华乐一句出动 大伙儿就去打怪了 故事相对简单许多 比起严肃的黑暗骑士三部曲或太多支线彩蛋的BVS 蝙蝠侠对超人正义输光 本片剧情相对平易近人 因为更接近娱乐片 但字片的故事结构就不同于漫画 漫画常常都是在出任务的过程当中 用回忆片段来介绍角色的背景 心路历程 在电影中角色的故事则是在故事一开始就由亚曼达旁白介绍 我个人对此没什么太大意见 但有些观众则嫌电影处理得太过粗糙 这就是见仁见智 总监简单来说 自杀突击队就是故事简单的娱乐片 至于它有没有娱乐到观众 就单看角色有没有吸引到你了 角色爱将美国典型的罪犯形象带入自杀突击队角色 以下是我对几个人物的看法 此事就是典型为钱杀人的人 威尔史密斯也活了这个原本冷血无情的角色 变得幽默风趣又有意气 大概是本片最讨喜的主角 哈利奎恩像是女打子 马格罗比在屏幕上的形象比起漫画更为欢乐 笑点大部分都是哈利在制造 是本片最大亮点 小丑则是接近凶残的老大 贾里的雷托比起西斯莱杰少了些疯狂疯癫 却多了点黑道王中王的霸气 而且因为叙述与哈利的关系而多了点情感 但没了神秘感和无法预测的可怕 说实在的并不符合期待 不过贾里的也在最近的访谈中抱怨小丑的戏被剪掉太多 大家若看的不过瘾可以去看MV Purple Lambo 而跟你回旋标对长相是白人混混 我必须说 杰扣特你并非没有演技 但受到剧本的限制 他无法有太多表现 甚至连回旋标都没出现几只观众比较没办法感受其阴险卑鄙的魅力 魅惑女巫类似不好形象 就是常在美国鬼片中看到的那种 身为英国女摩迪卡拉 在化妆及特效之下 观众较无法完整欣赏模特儿的交好面容 眼魔全身刺青和那口音 让我想起了拉丁一帮派分子杀手恶则代表高达的黑人罪犯 这两个角色也很有特色 但由于电影人太多 他们俩就有被隔离的倾向 那到底电影跟原著漫画的差异 在哪呢 漫画中 起分比较像一群没有忠诚可言的恶棍互相勾心斗角 队内要提防队友黑吃黑 例如原著中的死射 身为自私自利的冷血杀手 有时看人不爽就射杀突击队成员 在电影中被取代为杀手恶的鲨鱼网 也常常因为肚子恶就把队友给吃了 甚至回旋标队长 也是个常常背叛出卖别人的奸诈之人 队外要面对强大敌人队上还要和亚曼达华乐斗志 这样调性的原著确实更严肃更黑暗 此外漫画中特遣队时成立的时间点 其实是在小丑失踪 只留下一张脸皮以后 我还认为小丑死了 所以漫画中有一大段小丑 几乎都只出现在哈利的回忆中 有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哈利不惜背叛小队绑架死射 趁任务之际偷回脸皮 放在死射脸上 知为何小丑的灵魂再次对话 猜猜小丑的灵魂有没有回来 讲到这就不得不提 原著中哈利与小丑的关系 其实不似电影里那种黑道情侣鸳鸯凶手 一样原本在阿卡汉精神病院自愿担任小丑的心理医生 哈林奎则其实是被小丑的疯狂思想所感召 而小丑的疯狂思想所感召